嗯 我媽媽有話要說 兒子嗎? 兒子,你長期吃蝦條、炸雞 有沒有涼茶飲 你到底不考慮自己的健康嗎? 嘩,好健康啊 別讓我擔心吧 你長期... 我先回應他 媽媽,你知不知道? 首先,在英國吃蝦條等於你們吃飯 是相當健康的 如果他們不健康的話 那些外國人就全都放下了 所以你倒轉想 我是吃飯的 我吃薯條等於吃飯 還有水是不同的 我們的水等於涼茶 水是很涼的 一喝下去你的喉嚨是舒服的 水是甜的 不斷吃這些食物 拜託你學學一下煲飯 煲碗飯 炒小菜 學會買那些鐵包關 還有我們就不需要煮飯 我們薯條就是 煮餅就是煮餅 就是這樣 你給這個檸檬 省一下 滾一口湯喝一下 你長期吃這些炸菜 真的對健康不是有益的 你說對健康沒有益的 我說真的 我覺得我的身體 我自己覺得 我是比香港的狀態好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天氣 水肚 食物 我沒有什麼肚痛 在英國 我在香港長期肚痛 不要說我提醒你 不提醒你 你知不知道你吃東西的時候 啾啾啾啾啾啾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你要去看醫生 打給他 再煽了 他不用睡 2點9了 你那邊已經 喂 喂 兒子 兒子 兒子你好 你好 你在那邊很晚了 我那邊 3點 是時候說鬼故了 3點 3點 那他有沒有拍你門 那鬼 你還說那些什麼 喂 夠時間說吧 那隻鬼出來的 沒有說那些 沒有鬼的 你知道嗎 你那隻那隻是連蛇 動你的飯格那個 是連蛇 敲門我就不知道 不說 你想去上班嗎 明天 我明天休息 明天休息 明天休息嗎 難怪你這麼晚還沒睡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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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睡覺嗎 看到你在那邊 online 什麼 online 我看到你在那邊玩電話 我才打給你 我看到的 有千里眼 是嗎 是啊 有千里眼看到你玩手機 然後我便打給你 是啊 我看到你在那邊玩WhatsApp 你知道嗎 在玩WhatsApp 嗯 嗯 不是啊 我告訴你 你 你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吃東西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你 你說吃東西我講鬼了 你再說吃東西我講鬼了 你在香港也沒有這樣咳嗽 沒事啦 你那隻鬼怎麼樣 有沒有跟你睡覺 不是啊 你吃東西我講 你怕不怕 你現在怕不怕那隻鬼 那隻鬼有沒有來 你有沒有叫那隻鬼拿鹽水洞在口裡 你有沒有叫那隻鬼拿鹽水洞在口裡 那隻鬼有沒有給你鹽水喝 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是豬條洞 那些炸魚是炸的 那些豬條炸的 還有那些雞也是炸的 那些豬肉片 那隻鬼也是炸的 你知道嗎 那隻鬼炸 炸完那隻鬼叫什麼 叫油炸鬼 油炸鬼你怕不怕 油炸鬼 怕不怕 油炸鬼 你早上吃一隻油炸鬼 油炸鬼 那就不怕鬼 油炸鬼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叫油炸鬼 井衛你吃完不怕鬼 我懂反而自己自己學學 炒個小菜 哪請玩 買些肉 還有些菜 炒點小菜 你看再煮拿一些小菜 不 rising菜 你知不知道 很会ー 在外國人世界吃的漢堡包就是我們的主菜 你不明白嗎? 外國的世界你永遠都不明白 你不明白,你那些炸東西 炸東西就是炸東西 炸東西因為天氣是很冷的 我們要吃炸東西 等到自己身有熱氣去抵抗外面的寒流 他們是英國人的智慧 我們拿水拿酒去解除那個熱氣 如果太厲害可以解除 你香港不行的,你香港是熱帶地方 你吃熱氣是很不健康的 因為已經夠熱了 你再吃的話會生飛脂 暗瘡這樣,我們英國不會的 你明白嗎? 你不明白了,你不明白了 你沒來過就不知道了 你不明白了嗎?知道嗎? 你最近有人跟他蓋上火嗎? 最近有人跟他蓋上火嗎? 最近有人跟他蓋上火嗎? 人家在英國用紅酒、牛雞湯喝嗎? 沒有,他們是不喝湯的 喝湯浪費電了 你知不知道現在英國的電費很貴 沒有人浪費電、浪費煤氣 你知道嗎? 你最近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事發生? 煲湯喝了就不冷 不行的,你不能煲湯的 人家那個廚房不是你用的 輪流用的 你煲足24小時 你煲幾個小時 人家不用煮東西吃嗎? 很浪費水電煤的 包中公會說你的 包中公會說你走的 你不知道啊 我們很艱難的 包中公真的會罵你的 說你為什麼用多了水電煤 水用多了就吵吧 我們英國的海蝦派很慘的 黑米又被包中公說的 現在這次真的被英國賣了豬仔 賣了豬仔過來 你知道嗎? 很慘 不用說 不用說也是很艱難的 很艱難 而且被人賣了豬仔 你知不知道? 很慘的 我們已經不能回來了 已經 那時候不用說也是 不用說也是 很慘的 所以你留在香港是最好的 最幸福的 你知道嗎? 全世界你最幸福的 我很多事情都不習慣 是啊 那怎麼樣? 有沒有人搞你? 有沒有鬼搞你? 最近 我到那邊有很多事情 你這麼晚都不睡 是否被人搞? 你現在 你現在 你怎樣? 要玩這個 什麼? 有幾小女生 哦 下個月 去Bermanham Germanham 你 你 預約了多少? 9號? 預約了5號 不是 9號、11號 過兩天 玩兩天 哦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是啊 怕片 看看好不好 我的任務更大 七百萬人的未來 七百萬人的未來 交付在我身上 你知道嗎? 我要知道每一個 英國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服務 很多人都沒有說過 我覺得我被 Bob Johnson 買了豬仔 過來 因為很多 英國的YouTuber 都沒有說過 他有問題 我被我找到 出來 現在是 他這裏有很多 壓差的 你知道嗎? 很多 壓差的 我們華人 原來是少數 沒有人說過 就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所以 如果你在香港 華人又多 中國人 大陸人又多 算是同聲同氣 我們這裏不是的 很難 打進他們的圈子 其實也有些難度 除非你有錢 你不需要巴結他們 譬如我們那裏窮 想和那些外國人 打交道 是有難度的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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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是最多 巴基斯坦和印度人 很多的 他們是主流 他們是大佬 我們是那些弟弟 你也不想知道 很可憐 所以 我們就變成 現在少數民族 少數族 民族 有什麼事 沒有人幫 最好你 就是自己沒事 沒有人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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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見 有個網友 說 我不肯定 她說 和我媽媽 都住在同一層 有個網友 在說 住在我們樂父的家 同一層 有個網友 她說 看到老鼠 你看到嗎? 我家裡有老鼠嗎? 我不知道 她說 看到我們那層有老鼠 哦 那看到我們那層有 不關我的事 不關你的事 那你有沒有看到 你家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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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有時候 老鼠跳了上來 有時候 都說沒有 都說沒有 是嗎? 你自己小心 不過老鼠你不害怕 是嗎? 都說沒有 沒有 你不害怕 老鼠 是嗎? 不害怕 OK 沒問題 阿佛地摩 有沒有找你 阿佛地摩 你真的 有說什麼 你什麼 兩、兩、三天 小心一點 小心 不要走到這麼晚 我一定會走到夜街 好吧 拜拜 不要走到這麼晚 拜拜 我起碼四、五年才回來 現在香港搞到這樣 起碼三、四年都不會回來 最少三、四年 起碼我最少三年都不會回來 除非他切了那些 切了那些 按鈎的東西 現在還要 不,你現在要打第二針 你現在要打第二針 你現在要打第二針 我沒有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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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也不會打了 你現在是不想打 但是比如說你不打 好像也做不到事情 可能不讓你上班 那我現在怎麼說呢 我也是接受打針 用打病針 我也不知道你 我也有醫生指 我也是 看你怎樣 盡量避一避 盡量避 看你避不避 月尾 明天 明天你不打第二針是不能外出吃飯的 是嗎 那我又沒有外出吃飯 買回來 外賣 外賣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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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盡量拖就拖 沒什麼必要就不要打第二針 不是啊 身體 是 受不受 OK 好 拜拜 要受不受 知道 盡量不要打 我也沒有打 一針也沒有打 我一會也沒有打 哎呀 香港已經這麼漢狗了 現在 逼人打針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不用打 打來也無謂 你可不可以拿鹽 又拿鹽水嗎 沒有煩 沒有鹽 鹽很貴 我們拿紅酒 拿酒來朗口 你知道嗎 很有用的 你拿酒來朗口 那些酒 因為酒精 其實是殺菌的 好過鹽水的 你知道嗎 咻說 你要不要喝那麽多酒 你要南酒才需要幫錯 不怕 不行 不行 因為你酒不可以喝過 too 喝完少許會不斷延長你的壽命 喝少許酒可以延長壽命 因為你系avan 你吸引了的紅 Boot 含愛栾壁來喝 紅酒溝雪碧 紅酒溝雪碧 是啊,很好喝的 買一盤 買一盤小的 雪碧 紅酒溝雪碧 紅酒溝雪碧 是啊,紅酒溝雪碧 OK 紅酒溝可樂 好喝 紅酒溝可樂 紅酒溝可樂 溝可樂 雪碧一般 我溝過一般 我兩隻都溝過 我兩隻都溝過 你自己也喝少少紅酒 就是這樣 我也有 就是這樣 有一點 我們在這裏很難捱 所以你也留在香港 沒有什麼 我都不會回香港 對 對 發電魔又回來吃飯嗎 有 有嗎 可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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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s 你很久沒有打給媽媽 我不是很久沒有打 而是很多要事要做 然後忘記了打 現在有空一點就打 因為我為什麼不打呢 因為我現在的時間是晚上 我也不知道我媽媽是不是在睡覺 我免得吵她 所以沒有打 我只能夠日開始打 日開始我一定要做節目 基本上沒什麼時間 她永遠都是三股皮 所以我就隔天打 可能兩三天才打一次 看情況也沒有特別 就是這樣 總之我在香港是絕對沒問題的 老人家是沒問題的 而且她不是老到走不了那一隻 她是沒問題的 又不是九十幾歲那些 九十幾歲那些我都來不了 真的老人家我都來不了 所以我現在來就最好 她可以走得走 我也可以試一下來 也不是廠的 也不是廠的 生活的 我也不是來廠的 廠的年齡我已經過了 我不想廠 我想躺平 我來躺平的 其實我想試一下 英國可不可以躺平生活 可憐天下父母心 我來到這個任務 來到英國的任務 就是看看 因為我們香港人都很喜歡躺平的 因為有一層樓握住 放了一層樓就可以來英國躺平的 純粹是檢測一下 英國是否要躺平 其實這算是不錯的 這算是不錯的